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它对我很重要 它是我一个部分 不会讲话的一个朋友吧 我是乔峰 Andrew 我是来自中国澳门的打击乐和马林巴木琴演奏家 在机场听到有一个声音应该大家很熟悉 其实就是这个乐器发出来的 马林巴木琴它是属于西洋打击乐其中一个乐器 它有五个八度 所以这里是最低音一直到最上面 它跟钢琴的黑色琴锤跟白色琴锤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选择琴锤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选择它们的软音度 我这里还有一些很硬很硬的琴锤 这一支一听就听得出来一个分别非常强烈了 没错 那么这个是非常软的 那么我们掐在低音上面的声音就非常的红厚 金调马林巴 金调马林巴是我比较喜欢的其中一个乐曲 我是在美国看到这个曲子的首演的 当时候我就说 喂?中国的旋律能够放进马林巴木琴? 那个很有趣 那么我就去问他 他说是把金湖过门的一个元素放进去 所以会听到有一些金湖的那种旋律 2019年12月是阿姆回归祖国29年 拍了一个七几支歌的视频 我们很幸运可以去到金医师的世界纪录的天幕广场下面去拍 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 因为能够庆祝那么重要的日子 发布了之后 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也让更多人认识了澳门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学唱歌的 就是流行曲的那一种 但是到青春期的时候 会变声就唱不了了 就看上了打吉人 跟马林巴木琴 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些管乐团 就跟着没有很系统的去学 之后就考上青年音乐学院 然后就一直专业的念那个打吉乐的表演演奏 念完本课念硕士 之后就回国了 其实我是可以留在澳大利亚 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回国 因为我对国家有一个特别的情感 就很想回来发展 然后让大家看到特别的乐器 很美好的音乐 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 也去了那边很多城市演出 然后也在美国做过独座会 港澳地区啊 台湾地区啊都有去过了 但是我最喜欢还是在内地演出 澳湾区的城市会多一点 北京啊上海呢都有去过 我第一次来北京演出的时候 去北京现在音乐节演的一首叫《三声无业》 这是跟二胡还有钢琴的 还有打吉的一个三重奏 二胡的演奏家来自台湾 然后香港的钢琴家 还有加上澳门的打吉乐家 这次来北京主要是做一个音乐沙龙 我会演奏一些我手演过的曲目 还是比较新的曲目 跟演奏会不同的就是我会讲解一下 曲子里面特别的东西 也有一两首画界的作品敲给大家听 City的词句 你好 我在15年的时候就开始发短视频了 发了几个之后 我就发了一个很短的铃声 突然那个就火了 好像有六百多万 另外一个就是教学类的视频 最近我也开始已经做了一些网上的课程 主要是给一些零基础 还有日文籍的同学去学的 第一次教网课是2016年 一开始学生不多 好像就两三个 慢慢地会接触到更多 特别是内地的学生来找我上课 有一些从那个时候一直跟到我现在 我有一个现在还在跟我学的学生 他一开始就是看我的视频 他家长来找我 然后就说没有学过 请你帮忙帮他规划一下 就变成从零开始 通过网络去教他学习 到现在一下也拿过奖了 回国之后就在澳门有开了工作室 我的合作伙伴呢 也是来自大湾区来自香港的 我在广州青年的创意基地里面呢 入住了是一个西洋打吉月 马林巴木琴结合岭南 活跃的一个项目 在珠海恒情乐澳深度合作区 也是有成立了一个音乐的公司 也希望能够让大湾区的人 希望能够越来越多的 跟内地的音乐家去交流合作 有机会可以再演奏一点 属于中国的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